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嫌我年龄大 我和妻子也是相亲认识的 相处了一个月 我们就闪婚了 我第一次见妻子时 我就被她的美貌迷住了 不仅长得好看 身材也特别棒 不仅如此 还是一家学校的老师 当时 我还为自己找到个貌美如画的老婆而感到沾沾自喜 我当时就认为 这么多年没结婚就等她呢 在后面 我俩都留了联系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和妻子也渐渐的熟悉了起来 约会几次 女友很保守 谈恋爱时 我俩就是千千舍抱一抱 当时我想继续的时候 妻子就立马阻止说 不结婚是不会那样的 我很尊重 也很赞同 四个月 我们就闪婚了 父母把婚礼排场弄得很大 风光地把老公迎进门 见到我家的亲戚老婆一点不拘谨 露露大方 和我一起点烟敬酒 热情周到 家里人都说 我这么多年没白等 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我那天心里乐开了花 晚上亲朋好友都送走了 和家里人吃了团圆饭 我迫不及待地拉着妻子回到我们城里的新房 进家门 我都连亲带拽地进了卧室 但是妻子却把灯关了 我以为她害羞才这样的 想也没想 恶狼一般地把妻子扑在床上 可是在脱妻子衣服的时候 她拒绝了 我还以为她还在害羞 但她很坚持 我感到了不对劲 一下子起来把灯打开了 映入我眼帘的 竟是她的腹部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我知道女人生过孩子 做抛妇产的时候就会有 她竟然还生过孩子 我顿时恶心坏了 头皮发麻 我指着她伤疤 问她怎么回事 在我的逼问之下 她说出了真实 原来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比较爱玩 后来在酒吧喝多了 不知道跟谁发生了关系 直到肚子大起来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那时候医生告诉她已经不能做流传手术了 不得已她只能生下来 因为胎位不正 只能选择抛妇产 孩子生下来就送人了 后来她又接着说 婚前不让你碰我 就是怕你发现 我很爱你 怕你看到后嫌弃我 就欺骗了你 听完她的话我瞬间就感到很恶心 想吐 我一直以为 是宝的老婆原来有过这样的过去 一想到这个 我就没有办法和她再继续下去 我这个人有一个原则 做错事可以 但不能骗我 更何况是骗我婚姻 骗我一辈子 看着她的身体 我没有任何欲望 我气不打一处来 横踹了她两脚 让她滚回了娘家 妻子哭着求我原谅她 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 我心里很矛盾 原谅她的话 我心里总觉得有阴影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